像我这种机会做家务又会穿衣打扮 还懂得关心别人的女生 真不知道啊 以后会遇到什么样的男孩子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莉莉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十二星座排行之最强手的星座女排 名前五 第五名巨蟹女 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说法呀 就是说巨蟹座的女生是豪门婆婆们最最喜欢的星座媳妇 因为她们天生就宽容又善良 性格安静又温和 不会到处的惹麻烦 而且同时呢还勤劳善良以家庭为重 她们愿意为了家庭牺牲所有 包括事业呀包括时间呀 全心全意的都在家里相夫教子 孩子乖小可爱 丈夫疲累一天回到家之后 感觉幸福 整个家庭都充满温馨 就是巨蟹女最大的愿望了 拥有她们的男人也是绝对幸福的 不管自己遭遇到了什么 妻子一定都会在背后一如既往的支持她 给予她安慰和帮助 不管日子是富贵 小资还是贫苦 只要巨蟹女认准了一个人 那就会永远不离不弃的 第四名金牛女 金牛女呀在每个男人心中都是想要拥有的妻子模样 在外面她们独立坚强 事业心重 属于女强人的类型 可是在家里呢 金牛女就会立马变成小鸟依人的样子 不但知道撒娇示弱 还懂得照顾男人的心理 她们是一个理想的家庭主妇 有人说金牛女很现实 哎呀可以周旋在好几个男生之间 如鱼得水 但最后呢 全都能全身而退 这是因为金牛女并没有付出真心 而只要被她们真正爱上的人 那一定是可以偷笑了 金牛女会倾尽全力 来帮助爱人在各方面获得成功 另外在对于理财啊 金牛女也非常的擅长 在如何节俭和管钱方面 要是更是出了名的精明啊 不管家里是富有还是结局 能不花就不花 能不请客就不请 总之能省就省 这本就是金牛做的天性 但是啊不用担心 在对待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方面 金牛女还是非常舍得的 第三名天蝎女 天蝎女美丽又迷人 她们普遍性格安静 但是呢却足够具有爆发力 具有诱惑性 她们的一举一动 对异性来说都有着不可测的魔力 敢爱敢恨的天蝎女 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主见 嗯不轻易屈服 做事有一种不成功变成人的下势 在这方面啊 她们会把家庭经营的很好 决定一件事情 什么时候做 怎么做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天蝎女全部都了如指掌 对于父母呢 或是其他的人的一些建议啊 只要是对的 她们就会毅然采纳 如果室友偏颇 她们就会分心利弊 最终选择一个最正确的方法 在事业方面 她们可以给予丈夫 最理性和感性的分析 但是呢 又不会强迫对方一定去听自己的话 在感情方面 天蝎女啊 足够洁身自好 爱上一个人 嗯跟听她之后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不管对方变成什么样 她们都不会产生负面的一些想法 而是努力的去改变现状 来帮助对方啊 尽快的渡过难关 第二名 处女座的女生 处女座的家庭观念啊 异常的传统 她们注重家庭 爱护家人 在平时的生活里呢 除了是上班之外啊 大部分时间 处女座都会选择宅在家里 在温馨的小家庭里 一切都是井然有序 干净柔和的 让处女座充满了安全感 处女座的女生啊 非常的有想法 不管是结婚前还是结婚后 她们呢 都希望可以拥有相对独立的私人空间 另外 由于处女座的头脑清晰 精明强干 分析能力强 在各方面都可以帮助到自己的丈夫 夫妻两个人一起努力 一起将生活变得越来越美好 另外 在钱财方面 处女座的人天生喜欢储蓄 向来不会乱花钱 甚至如果家人有谁出现了浪费的行为啊 还会遇到处女女的批评呢 在家里掌控财政大权的她们 实现着开源节流 储存财富的政策 严格控制一切开支 第一名摩羯女 摩羯做的女生啊 对于在外人眼里一直都是平静 而且啊 传统的 嗯 甚至有一些忧郁的倾向 但是呢 她们的身上还是有一种特质的 知道其他女生很难想提并论的 那就是坚强不屈 力争上游的斗志 在她们眼里女人可以做的比男人做的更好 所以呢 对于事业 摩羯女非常的看重 也经常能够获得成功 极大多数的摩羯女啊 对于家庭都非常的忠诚 极其互犊子 不管是谁说一句她家人的不适 她都可能会当场翻脸 我曾经见过一位摩羯女啊 谈过好几场恋爱 却次次的无疾而终 并且全都是前任甩了她 理由是觉得女友不在乎她 不黏她 但是啊 摩羯女却依附不在乎的状态 最后来了一句 我真的不适合谈恋爱 也许以后直接结婚会比较好吧 对于摩羯女来说 那种腻歪的爱情游戏啊 是绝对打动不了她们的 只有现实良好的生活 才能让摩羯女看到未来 也就是说 她们的爱情 大多数情况下 总是要一切都有了保障之下 才会是真正的产生 而和摩羯女结婚之后呢 她们呢便会时常的鞭策丈夫 要努力赚钱 特别是不能做一个 有手好闲的人 久而久之 在有压力的情况下 就会产生源源不断的动力 想不忘夫都难呀 好啦 你们身边的女生们 都有什么样的好品质呢 值得你赞扬和赞赏的呢 欢迎留言讨论 拜拜